江河湖海的润泽造就了水运江苏、灵性江苏 造就了江苏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 江苏的纺织、硬染和刺绣三种技艺 经过千百年的孕育和发展 已形成了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 江苏的旅游的品牌是水运江苏 那么对江苏的自然绣的技艺呢 也都跟江苏这边独特的水的污染 水的这种浸润有非常大的关联 苏州克斯技艺历史悠久 它的出现可追溯至公元七世纪 到了宋代 苏州织锦有了重要创新 以京县和裁尾同时显化 这便是宋锦 克斯与宋锦作为江苏私之技艺的代表 双双被录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技艺类项目 于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传统桑残私之技艺 克斯呢 它主要是通军单位的 自己这么做的 它是近时通的 我近时短的 做的时候呢 主要是耗工耗食 时间太长了 主要是 做完一副作品呢 我们要少着要几个月 像我们复制的龙袍啊 只要五个人做三年时间才能完成 还有一个特别的品种 就是脏断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了一件 胡思禅之某单文脏断 就是多彩的乳 那也通过我们的努力 已经在苏州的丝绸博物馆复制成功 江苏不仅桑残私之出名 以苏州为中心的苏绣 同样闻名于世 是中国四大名秀之一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除苏州刺绣以外 无锡精微绣 长洲乱真绣 扬州刺绣 东台发绣 和徐州香包 绣花鞋等民间绣活 均各有特色 在长期的传承发展中 苏绣形成了独特的记忆术语 和一套完整的绣法记忆体系 2006年 苏绣被列入第一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这个继承传统的这个基础上呢 我还有自己的一个创新的一个 整法叫滴滴秀 我们传统整法0.5毫米 这个针距的这个长度吧 最长只有0.2毫米 那么有时候短的话也就是0.01毫米这样子 在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当中 尤其秀人物 它会更加的传神 说到江苏的印染记忆 主要是指南通扎染记忆和蓝印花布 土布与天然蓝草为农家平常之物 相比丝织锦绣而言 蓝印花布在古时更加亲民 中国蓝印花布起源于江苏 是在南宋的时候 至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 那么蓝印花布呢 在我们江苏老百姓生活当中 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它被用作背面 包袱 障眼 纹障等等 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蓝印花布上有非常优美的图案 都是代表了百姓最美好的精神寄托 也是与百姓的民俗生活贯穿玉体 见人 见物 见生活 传记 传艺 传精神 在百花争艳 万物生长的美好时节 江苏知染秀展囊括了21种门类的 非遗技艺以及大量知染秀作品 生动再现了非遗领域江苏无可替代的文化和地位